来神的殿里面敬拜神 愿神多多的赐福大家 感谢神的恩典 上一次 上一周我们敬拜的时候呢 我们提到了一个信息 对不起好像屏幕上有一个挡住字了 好感谢主 我们说了在很多的历史事件以前 神为了眷顾这个世代的百姓 神也为了后世代的人得着从神而来的带领 神有时候或者很多的时候都许可 借着他的仆人在那个世代 发出警戒发出宣告 感谢神的恩典 今天呢咱们就来分享 那个我在大概是在2013年左右 我在看唐牧师视频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篇信息 这篇信息让我特别的震惊 我看了好几遍 因为之前呢看唐牧师的视频比较多 我们知道唐牧师正道 无论是做特会还是正道服侍的时候呢 往往会讲解经文呢 讲解经文的经意比较深入 他有的时候或者比较少的时候 会在神的恩典里边凭着圣灵的感动 就在那个时候传讲从神来的信息 今天这篇信息呢 包括今天一会儿我们要讲到的正道的经文 都是与这个信息有关系的 感谢神 我想上周也说了 我想在主里边呢 把唐牧师在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 他在香港特会里边 把这篇信息说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信息真的是不得了的 这次唐牧师来到了大温哥华地区的东部 我们知道他既有劝勉 更多的是一个警戒 让教会来悔改 让神的百姓来回转 在这个世代让我们的教会能够行出见证 他也责备这个世代 责备这个世代的基督徒生命不冷不热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就来看唐牧师在跨世纪的时候 他传讲的这个信息 我觉得今天大家听到这个信息 无论是线上的弟兄姐妹 还是在线下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有福的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信息 就在跨世纪的时候 唐牧师在传讲这篇信息的时候 他说 因为我听了这个信息 我觉得特别宝贵 然后我就努力看了好多遍 我争取把它背过来 背过来 我说有时候可以分享的时候 随时可以说 今天我就把我背的这个信息 跟大家来分享 几乎接近于当时他所说的原文 他说 唐牧师说 进到新的世纪 在新的世纪呢 再过十年 再过十年 我们知道就是2010年左右的时候 他说再过十年 这个世界 非常多的国家 将会越来越多的国家 给那些同性恋者 更多的权力和支持 我当时呢 是在2013年左右的时候 听到这篇信息 这篇信息当中呢 唐牧师一共说了四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在主内的一个预告 他说到第一个的时候呢 因为当时我已经过了那个时间了 我就赶紧去查资料 查完资料我才知道 原来在跨世纪的时候 唐牧师所说这篇信息的时候呢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 允许给一对同性恋者 颁布结婚证 在那个时候 好像人们想象的 男和男女和女来领结婚证 好像在真的在这个普世的价值观上 别说是主内的 遵循圣经真道的 就连世界上的人 好像都不太好接受 但是唐牧师却释放出这篇的信息 我当时在查这篇信息的时候呢 我发现到了2010年的时候 大家知道已经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 给同性恋者允许给他们颁布结婚证吗 已经有了十个国家 最早的就是荷兰 当时已经是有十个国家 在2010年的时候 允许同学恋者可以领结婚证了 哇 我当时我一对照这个信息 我觉得真的是不得了 神的仆人在十年以前 圣灵就感动他 把这个当时人们还认为 好像不太可能的事情 一个男和男怎么会牵手来 到了这个地方 有人还给他颁结婚证呢 女和女也是这样的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信息 说完这个信息之后 唐牧师接着说 他说再过十年 我们知道再过十年 就到了2020年左右 其实我们现在来听 也已经过了2020年有几年了 唐牧师说 大家注意听 在2020年的时候 他说再过十年 就是从10年到2020年的时候 他说这个世界 会借由民主的名义 有越来越多匪夷所思的政策 登上历史舞台 我当时是在2013年 听到这个信息 我心里边就一直在留意 神仆人所说的这句话 我当时呢 我就一直在观察 在留意 后来呢 神就领我们家 就到了碗库 因为我当时是两边跑 姐妹和女儿在那边住的多 直到有一次 后来我听女儿回家 跟姐妹说 姐妹又跟我说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像 神的仆人所说的 那个匪夷所思的政策呢 会借由民主的名义颁布出来 有一天女儿回家之后 跟姐妹说 说什么呢 说妈妈 我接到学校的通知 学校接到更上一级的通知 说什么呢 说学校里 后边呢 将来要扩建这个洗手间 现在是有男 有女 将来学校里要建那个 那个 你认为是男和女 就是那个 和男不女的厕所 对 那建这一类厕所 要在 要在那个学生里边 另外呢 在这个厕所还没有建好以前呢 就是 如果这个学生认为他是男的 他即使留着长头发 化着妆 他是男 他也可以进到男厕所里边 即使这个男的留着短头发 他留着胡子 他认为是女的 他也可以进到女厕所里边 哇 我当时一听 我知道 神引导我们 我们灵力相通 我们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有灵力的敏锐 我就觉得这会不会是 像神的仆人所说的 说会有越来越多匪夷所思的政策 会借由民主的名义 越来越多的在世界上登上历史的舞台 我就留意 我说觉得这个是 后来知道 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夸张了 弟兄姐妹 大家好来有没有在2020年左右 经历更夸张的政策 如果在 20 刚进入新世纪的时候 或者过了第一个十年 在2010年或2013年 大家都想象和我 我们都当时听到这个政策的时候 如果有人会跟你说 有一天呢 这个政府 包括所有民主国家的政府 或者非常多的民主国家的政府 他会从他的角度 认为呢 认为什么呢 他认为为你好 他就可以不让你出家门 他如果认为为你好 你就不能在一起聚集 他认为对你健康 给你一瓶液体 这个液体里边呢 不告诉你成分是什么 并且告诉你打坏了之后呢 生产这个液体的厂家不负责任 并且告诉你呢 这个液体对你是好的 然后呢你强令你还必须要打 你不打的话 你种种的自由会被限定 如果在2013年左右的时候 你听到这个政策 你会觉得怎么样 这个政府会限制你 不让你出门 或者是不让你在一起聚集 或者不让你流动做任何事情 他认为刚才我们说了 他认为好的 即使是说明书是一张白纸的 他就让一个在马路上 我们想象有一个拿一个针 拿着一个液体 见了你说 说什么呢 说哎我看你这个弟兄 或者说我看你这个姐妹 哇你真是慈眉善目 你看我这个对你特别好 来我吸出来 我给你打一针 他对你身体好 你能相信这样的 这样的事情吗 但是真的 当我经历了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才看到 等有一天 忽然我想到了 在疫情的时候 这个政府他会认为 为你好的缘故 他会限制你法律上 所赋予你的各样的自由 而且你不能想象的 他会让你坐在你的身上 包括孩子 我在还没有来美国之前 我在加拿大 在温哥华 我在理发的时候 给我理发的那个理发师呢 他跟我说 他说你要去美国 我说对 他说那你必须得要打针了 我说对 我要还要打两剂 对不起 我也打了这个 没有说明书的液体了 要打两剂 他说对 你不打去不了 我说你打过了吗 理发的时候我就问他 他说我就打了一剂 我说那你怎么不打两剂呢 他说我不敢打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一个 我也是理发的一个客人 我们很熟悉 很熟悉 他打了一剂之后 后来好长时间不来 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这个人成了植物人了 弟兄姐妹 如果发生在我们身边 特别熟悉的人 发生这样突发的事件 往往特别令我们惊讶 他说的时候呢 我在听的时候 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 或许呢 我有这个同理心 但是没有他那么强 他说 他马上这个人的家属 就给加拿大的卫生部打电话 加拿大的卫生部 马上就告诉他 说你不能把这个信息说出去 如果你要是公布 在媒体上公布了之后 所有你后续的一切的康复治疗的费用 政府一概不承担 你自己来承担 然后呢 最后呢 他就不敢在媒体上来暴露这个事情 他就有时候跟亲近的朋友来说 他听了这个人来说的之后 他就不再打第二剂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要到美国来 如果我不入境 我入境的话 我必须受这个限制 我得打两剂 明知山有虎 但是我也上了这个山 我也今天呢 我们知道打疫苗这个事情 并不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 我们只是来看这个事情 还有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再举那些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政策 弟兄姐妹 有一群人坐在办公室里边 他们商量完了之后 他觉得对几亿人有好处的事情 这个几亿人就要强制性的就要打这个针 并且这几这些个人告诉你们 刚才咱们又重复一遍 你们打了之后任何的作用跟我们没有关系 但是你们必须要打 还有这样的政策吗 就像我们刚才举了例子 如果我们不用去尝试 我们即使来想象一下 我们拿着一个药瓶不是针剂 拿着两个药丸 你见了人就说来你张开嘴 我喂给你 这为你好 路上有多少人敢吃呢 其实这个性质就像打真剂差不多的 就像打这次强制性的疫苗 几亿人或者全球那么多的人 自己的健康难道我不care吗 大家都是成年人 那不行 你自己care不行 你必须要让我为你care 你必须照着我让你做的 你才能你才能怎样 感谢神 唐牧师说完了这个信息之后 他说 再过十年 我一想从2020年 那就再过十年 那就是2030年 这个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见证这个事情 我们先暂停一下 唐牧师在说这篇消息的时候呢 他先说了一番话 他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呢 会说到2050年左右的时候 盼望在座的 大家认真的来听 或许呢 他说 或许呢 我们中间有的一些年长的人 因为跨世纪的时候嘛 或许我们生命不能活到2050年的时候 但是 他说 但是 你的家人 或者你的后裔 或许在那个时候是健康存活的 你一定要把这个录音带 当时还说录音带呢 你把这个录音带到时候 你让他的 让他们打开来听 看看 神是不是这么成就的 我当时听了这个信息 我就特别的惊讶 我们继续回到这个信息里边 然后唐木师说 再过十年 就到2030年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他说 这个世界 一夫一妻 在圣经里边这种圣洁的 夫妻的这种婚姻的观念 将完全的破产 这个世界将认为 这样一夫一妻的 这样圣洁的持守圣经的这样的婚姻呢 你们所过的这样的生活 是骄傲的 是自意的 是反人类的 弟兄姐妹 今天是 2023年的 9月份 我们还有 很长的时间 来看这件事情 唐木师说 在2030年的时候 这个世界 婚姻的观念 将完全的破产 这是个不得了的信息 我觉得 如果说前两个信息呢 还算当时来讲 因为不知道有多么的匪夷所思 好像给同性恋的人颁布结婚证 好像觉得离自己好像还远 但是到了2030年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 这个观念已经翻转到 令人很惊讶的地步 婚姻的观念完全破产 稍稍的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 在美国 有一个判例 就是 有一个男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弟兄 他把一个同性恋 窃取的那个彩虹旗 扯下来 他踩在脚下 践踏他 最后法院在审判他的时候呢 说他羞辱了这些个同性恋的群体 根本就没有判到20年 就扯下一个彩虹旗 在脚下践踏 他认为凭着他的信仰没有做错 就是这样在美国这个国家被判了20年啊 弟兄姐妹 感谢神 现在我们知道 你去说同性恋的这个婚姻 不符合圣经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边 忠实于圣经来说 在这个世界是不可以的 现在已经成了 你说这个话已经成了另类了 感谢神这个话题 我们不是来关注这个话题 我们不再衍生 不再展开 我们继续来看第四个 唐牧师说到这里 他继续的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再过20年 我一想再过20年 就是在2050年左右的时候 大家注意听 他说在2050年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的人 就像没有受过教育的野兽一样野蛮 我一听 他说这个世界将进到黑暗当中 这个世界上的人 就像没有受过教育的野兽一样的野蛮 来对待别人 剩下他就没再多说 我们知道 一个世界这个人的堕落 这个世界的堕落 远比他成为圣洁要快得多 并且我们知道 从现在 如果这个社会越来越堕落的话 因为到2050年 世界上真的就照着唐牧师 神的圣灵感动唐牧师 所说的事情成就的话 这个世界我想 那是一个黑暗的不得了的时候 人和人根本就不能信任 这个世界就满了屠杀或者满了战争 瘟疫和饥荒 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会什么样 有一次我听主那一个仆人 他说 我们不要说在那个时候 人就像没有受过教育的野兽一样野蛮 我就听一个仆人在布道会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看高我们自己的品行 我们不要看高了这个世界人的品行 如果这个世界你知道堕落有多快吗 好 现在国家就颁布一个临时的法令 是什么法令呢 说 从现在这一刻开始 到后边的24小时 这个世界上的人 无论你做什么 无论你做任何事情 都不被法律所惩治 你想做什么做什么 在24小时 然后过了24小时 我们再恢复秩序 他就问 他说弟兄姐妹 有多少人还敢 在这24小时出门闲逛 或者晚上出去溜达 有多少人还敢让自己的孩子 出去踢球 去玩耍 就是这么一个禁令 在24小时就放开的话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 那个人性的丑陋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败坏的速度 这个人心 在仇敌的试探当中 落入那个堕落的境地有多么的快 感谢神 我们知道 圣经告诉我们 在很多大的历史事件发生以前 神都会拆派他的仆人 提前来警戒 来宣告 我们这一群人是有福的 你说我们的福气在哪里 我们灵理相通 我们都知道 我们如果来读圣经 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时候 神借着他的仆人 就告诉那个世代的百姓 尤其是神家里的百姓 要提前要发生的事情 刚才就像刚才敬拜的时候 少兰姐妹所说的 诺亚在那个世代 圣经记载那个世代的人什么呢 中日所思想的都是恶 每天从睁起眼来想的就是恶 就学在新约的时代 你说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有 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你知道哥林多教会 当时的光景是什么呢 连很多主内的弟兄 都在犯这样的罪 因为在哥林多那个城里边呢 这么一个城 有一千多个外邦偶像的 那个妙妓 就是那个妓女 当时在哥林多这个城啊 在这个外邦信仰的里边 他是掺杂了这个人性的淫乱 言论到一定什么程度呢 这个世人以为呢 哥林多的很多拜偶像的这个人呢 这个女士他都认为 他们要献上自己的身体 在这个庙里边做妙计 他们接待来敬拜这个庙里的人呢 接待他们是不收费的 并且他们这样做呢 是在他们的信仰里边 是他们所拜的那个偶像 是要被偶像夸赞的 是要蒙福的 所以就人们这个女士们 就抢着去这个庙里边做妙计 来接待这些个到庙里边的男士 他认为这是在服侍他们的偶像 服侍他们的神 就连很多主内的弟兄你知道 他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干什么呢 我有一千多个女士在那随便 他们愿意接待你啊 这个弟兄有多大的试探 就落在里边 很多人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跑到那庙里边去找人 甚至连主内的弟兄 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知道那个世界 已经败坏到什么程度 我们再来看圣经记载的那个 罗德在索多玛的城里边 拆派使者两个使者 以人行到了那个城里边 解经学家更多的以为都认为 这以人行是以男士的 这个我们男性的这个外貌 出现在了索多玛城里边 这两个人是形态俊美的 到了罗德的家里边 圣经记载什么呢 这个合成的男士 无论老幼 都跑到了罗德的这家院子里边 说什么呢 圣经也记载说来罗德 我们看见那两个人 就来到你家里边了 来你把它放出来 让我们认我们所为 就是这个城里边的这个同性恋呢 已经败坏到了什么程度 如果他们不知道是神的使者 化身为人的形状 来到了这个罗德家里边 即使是一个做客旅的两个人 来到这个城里边 这个城里的民风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 他们自己同性恋还不算完 还要把城里边 罗德是有位分的人 那么这个有位分的人 家里来的客人都要任意所为 我们知道 在那个任意所为的 那个创世纪所记录的年代 每天人们思想都是恶的时候 神借着他的仆人 借着诺亚 就警戒那个时代的人 就在半山腰造船 一百多年的时间 没有人悔改 我们知道圣经也记载 就是那个耶罗伯安到了北国 造了两个金牛犊 拦阻百姓来敬拜神的时候 神就拆派他的仆人去警戒他 耶罗伯安是王啊 他手下有军队 他有人的所谓的威严 他举手责备这个年轻的先知的时候 那一刻上帝让他马上手就枯干了 神要借着他的仆人来警戒北国 也警戒耶罗伯安 我们知道在北国的时候 在耶罗伯安在以后的时候 有亚哈王和耶喜别做王 做后的时候 上帝拆派他的仆人 拆派他的仆人以利亚 就去了之后跟亚哈说 因为你的败坏 你领着百姓陷在这个恶中 然后神责罚这地 要三年六个月不再下雨 把这样的事情 神都借着他的仆人在要发生之前 都告诉那个伤害的民 另外在新约的时候 上周我们也分享过 也分享过 这个门徒们被逼迫 他们到了安提阿的教会 到了安提阿教会的聚集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有在 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 有先知恩赐的仆人 就对安提阿教会的人说什么呢 说在格老丢做罗马皇帝的时候 差不多就十年左右的时候 耶路撒冷城的教会 耶路撒冷要经历大饥荒 你们要提前预备捐相 来救济我们主内的肢体 然后耶路撒冷的教会 安提阿教会就开始预备 然后在巴拿巴和保罗 开始宣教之前 然后他们先把那个教会 预备的捐相 就预备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 来预备预备这一次饥荒 感谢神圣经当中 无论是在旧约当中 在新约当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我们下边呢 刚才我们讲了 神借着他的仆人唐牧师 来传讲的这个信息 圣经说 圣经常说一句话 凡有耳的都应当听 我觉得我们 作为神家里的儿女 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更应当谦卑在神的恩典里边 来在灵里边 来认真的来检查这些事情 来靠着主 下边呢 我们来看今天一处经文 与这篇信息非常相关的经文 就是耶利米书 24章的1到10节 弟兄姐妹 我们闭头闭目 我们来做祷告 慈爱的天父啊 谢谢您的恩典 父啊 无论是从创世 父啊 还是到恩典时代 您的圣灵都借着您的仆人 在各世 在各个世代 把您要对您仆人们的关爱 把对这个世界的警戒 把您所要传讲的信息 借着您的仆人释放出来 您的圣灵也借着您的仆人 把众多的信息 在圣经中记载下来 来告诉我们这个后世代的百姓 父啊 我们今天来分享 这耶利米书24章的信息 求您就借着这两筐 无花果的意象 让我们看到您恩典的赏赐 看到您对您百姓 那丰盛的爱 那不离不弃的爱 纵使在人的肉眼 所看为患难的时候 您的恩典 依然不离开您的百姓 天父谢谢您的恩典 求您就借着您自己的信息 把您的真理释放出来 让我们这些属您的百姓 单单的从您那里 领受着丰盛的祝福 您也赐给我们有敏锐的灵 让我们在您的恩典里面 紧紧的跟随您 让我们就在这弯曲 被拗的时代 单单领受从您而来的 大光的光照 您带领我们 信心不气馁 不软弱 让我们靠着您的恩典 刚强壮胆 行出基督徒荣美的见证 您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祈祷 阿们 我们来看经文 耶利米书 二十四章第一节 我给大家开声来读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 将犹大王约亚靖的儿子 耶哥尼亚 耶哥尼亚就是约亚金 他是约亚靖的儿子 和犹大的首领 并工匠铁匠 从耶路撒冷掳去 带到巴比伦 这事以后 耶和华指给我看 有两筐无花果 放在耶和华的殿前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二节 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 好像是粗熟的 一筐是极快的无花果 坏的不可吃 于是耶和华问我说 耶利米你看见什么 我说我看见无花果 好的极好 坏的极坏 坏的不可吃 我们继继续往下看 第四节 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如此说 被掳去的犹大人 就是我打发 离开这地 到迦勒底人之地去的 我必看顾他们 如这好无花果 使他们得好处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经文 第六节 我要眷顾他们 使他们得好处 领他们归回这地 我也要建立他们 必不拆毁 栽植他们并不拔出 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 知道我是耶和华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 我们继续往下看 八到十节 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加和他的首领 以及盛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 并住在埃及的犹大人都交出来 好像那极坏坏得不可吃的无花骨 我必使他们交出来 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遭遇灾祸 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 笑谈 击刺 咒诅 我必使刀剑 饥荒 瘟疫 临到他们 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 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 感谢神 经文不难理解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我们来看 第一个部分 我们今天分享的 神让他的仆人耶利米 看见了一个异象 大家都知道了 有两筐的无花果 我问问大家 我们谁家院子里 种着无花果树呢 我说说啊 君拿大哥你怎么不举手 一位 两位 三位 四位 五位 六位 七位 还有吗 好 感谢主 无花果 从创世纪 神的百姓就很熟悉 你说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 那个 亚当和夏娃 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 后来他怎么样 他认为吃神漏体就是羞辱的 他看神所造为美的 这个身体是不好的 他就用什么叶子 编了个裙子 用无花果树的叶子 感谢主 无花果在旧约 在新约 神都让他的百姓 都伴随着他的百姓 在神的百姓身边 在这里边 神就用这个熟悉的 这个无花果神的创造 让他的百姓 来说这个异象 来告诉 来提前告诉恩代神家里的百姓 那个时代要发生的事情 也借着这个无花果 来宣告他的咒诅 就是那些个 背逆神的百姓 他们要临到的灾祸 经文这里说呢 说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 将犹大王约亚靖的儿子 耶哥尼亚 把他掳走的时候 这个事情发生在哪一年呢 发生在主前五百九十七年 整个的犹大国呢 经历了三次贝鲁 在第三次的时候就亡国了 圣殿被拆毁焚烧了 第一次的时候呢 有贝鲁的先知是丹以礼 做王的是谁呢 就是经文上所说的这个约亚靖 在约亚靖做王的时候 他刚刚做了王 他是一个恶王 然后呢 做王不久 神就也拆派耶利米这个先知 这个做神的在幕后的时代 做神的仆人 来警戒这个世界的 真的是 要按世俗的话来说呢 要有非常强的这个忍耐力 要按主内的话来说呢 那真的是需要随时从神那里得刚强 就是这个约亚靖王 他有多么的败坏呢 神就让耶利米这个先知啊 说当时耶利米这个先知 来告诫这个国家该怎么办 你该怎么办 你该怎么办 没人听 不但没人听 还报复他 就把他给关起来了 即使在关起来的时候 神依然让这个仆人说 你来 你叫一个人来 然后呢 让他记载 我要跟你说话 你要让他记下来 让他把这封信 把我借着耶利米 借着你这个仆人 要说的话 去圣殿里给大家来诵读 也让这个世代的王和百姓 一起来听 然后耶利米就这么做了 他挑了一个人叫巴鲁 来记载这个事情 就是在捆锁中 他就圣灵感动他说 他就跟那个仆人巴鲁来讲 记下这封信来之后呢 在圣殿里宣读的时候 有人听了感觉很扎心 就跑到这个约亚靖这 就跟王报 这个有这封信 神借着他的仆人来读的 你要不要听 然后呢 他就把这封信拿过来 来给我读 他那听的时候呢 正好是冬天 正烤火的时候 烤火的时候呢 人读了没多少 就这个约亚靖王啊 神并没有抛弃他的 他也得神的仆人的信息的 但就是他挽耿背腻 弟兄姐妹 他把说来拿过来 直接给扔到火炉 就给完全的烧了 完全的烧了之后 神又跟耶利米说 不行 你继续的再让巴鲁再写 再写再给他念 就是这样 他依然不听 就是在这个时候 神 开派他的外邦的 神说那是我暂时刑罚 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仆人 然后列国就来攻击他 这个尼布贾尼萨王就来了之后 就掳掠了一批人走 掳掠了一批人走之后呢 当时第一批被掳走的先知有谁呢 有丹以礼 我们知道有三个火窑 在火里面烧着那个丹以礼 是第一批被掳的 被掳走了之后 然后尼布贾尼萨王呢 后来又领兵来攻击 围困以色列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这个约亚靖就死了 他死了之后呢 这个恶王死了 他的儿子约亚金 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 耶戈尼亚继位了 继位这个耶戈尼亚呢 只继位了三个月 城 他就出来之后 他就出城投降了 投降了尼布贾尼萨 这个时候呢 就经历了第二次的被掳 距离他老爸那次被掳的时候呢 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第一次被掳是在主前六百零五年 六百零五年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呢 大概七八年不到十年的时候 在主前五百九十七年的时候 这个他的儿子约亚靖的儿子约亚金 就出城投降了 才十八岁作王 这个孩子 然后就领着百姓出去投降 投降了之后呢 神就许可了 让这个尼布贾尼萨王又掳走了一批人 又掳走了一批人呢 就是圣经所记载的 就是有犹大的首领 工匠铁匠 其中也有先知 有著名的先知有谁啊 这一次有以西节 有以西节书 以西节神让的百姓在外邦的加巴鲁的河边 就看见了异象 咱们都知道那个经文 第二批被掳的 有神的百姓 并且有先知 神的仆人 然后我们知道 即将亡国被掳的 这一批 那个是奴隶社会 被掳走的是什么呢 那是奴隶啊 并且还不同于一般的奴隶 他是战败的亡国 或者即将亡国之奴 如果从神的赐福来看 我们之前也分享过 从人来看 怎么来看 这都不像是祝福 对不对 但是神就在这个时候 把他的心意 借着他的仆人 借着这个意象告诉他 他却说什么呢 说 这事以后 耶和华只给我看 有两筐无花 我放在耶和华的殿前 我们往下看经文 说 一筐是极好的 好像是出熟的 我们知道这红色部分 极好的无花果 我们刚才读了经文 就是说我们这些个百姓 就是那个时代 属神的百姓 也被掳走的那些个人 也包括神的仆人先知 神说这些个人呢 好像是那出熟的果子 我们听到这个出熟的果子呢 好像不如旧约的 那个百姓敏感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读圣经 如果熟悉的话 我们知道 一提到出熟的果子 是什么意思 出熟的果子 是要献给神的 阿们吗 照着神的律法 是要献给神的 在旧约时代的律法 神说 你们这些个人 看似被掳吗 不是 我看你们 就是我家里的儿女 是分别为圣归给我的 你们所经历的人 所看为灾祸 但是我要给你们 是赐福的意念 另外我们知道圣经中 整本圣经也说了一个出熟的果子 我们知道是谁吗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感谢主 主耶稣基督是那出熟的果子 他是在我们里边 他是神的长子 我们是因着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意义 我们是神家里的重子 他是我们的长兄 感谢神的恩典 主耶稣就是那出熟的果子 我们在神眼中是和主耶稣基督一样的 也是神家里分别为圣的果子 神说这一群人 耶利米 你看见这个意象了吗 然后你们这些个属神的百姓 是那个好果子 神说 你还看见什么了 耶利米说 有好的极好 然后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知道 神那一刻让神的百姓 在那个动乱紧急的年代 就看到了这个意象 我们下边继续来看 我们今天第二个部分 看到这一框好的五花果 经文这里说 第五节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说被掳去的犹大人 我们看这个红色部分 被掳去的犹大人 是谁呢 神说是我打发去的 是我打发到那去的 你不要认为那是亡国之奴 我必看顾他们 这个好的无花果 怎么样 神说我打发去的 我要使他们得好处的 得什么好处呢 神接着他的百姓 在经文中继续说 我们往下看 第六节说 神又一次重复说 我要眷顾他们 我要让他们怎么样 得好处 一句话里两个好处 神就怕他的仆人们没有信心 不知道神的恩典 我们看红色部分 神说什么呢 我领他们去的时候 我要领他们归回这地 我也要建立他们 必不拆毁 我还要栽植他们 我们看PPT下边所说的 其实我们来看 一筐好的无花果 一筐坏的无比的无花果 其实我们从时间 这个限度纬度来看 是神借着他的仆人 在那一刻第二次被掳的时候 这筐好的无花果 是对谁说的呢 是对那些个百姓 在七十年之后的 那些个属神的百姓 是对七十年之后的事情 一个总结 一个宣告 一个预告 我觉得 如果是神的灵充满唐牧师 在跨世纪的时候 他把五十年的事情 来对这个世代 在主内特会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是给所有神百姓的一个赐福 好比在被掳的时候 然后神借着一厘米先知 对那个世代的百姓说 七十年之后 这七十年当中 神的百姓要经历的是什么呢 要经历 我领他们去 他们要经历好处 我再说 我要眷顾他们 他要经历好处 神说要经历什么好处呢 他们刚刚被掳走的时候 神就告诉了他们 我要领他们回来 经文在这里没有说 多长时间领他们回来 但是我们读圣经 我们知道是多少年呀 神让他七十年 七十年之后就归回 其实如果我们继续读耶利米书 你会看 神爱百姓 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让耶利米呢 用口来说 借着这个意象说 你们去吧 我领你们去的 看似被掳 但是我要带你们回来 有一天 说的口说无凭 当然我们知道 在神的家里边 即使口说 也有神的信实成就 然后神说 你要写下来 你们要读耶利米书 在二十四章后边 马上二十五章 在后边就要说 神让耶利米又给那些 掳去的百姓 专门写了一封信 告诉他们 你们去呢 神要给你们什么赐福呢 神要让你们在那儿 安息 休养 生活 敬拜神 你们成年之后 你们要娶女子 你们自己的后代 也要娶别的女子 你们的女子 也要嫁人 然后你们在那儿 繁衍 神兮 敬拜神 并且告诉他们 一个具体的时间 三十年之后 我要领你们回来 弟兄姐妹 即使神刑罚 耶路撒冷 刑罚 犹大国 神借着耶利米说 说犹大呀 你拜偶像的那个树木呢 与你成的树木相等 你为那个拜巴历 所建的那个烧香的坛呢 与耶路撒冷 街道的树木相等 你就这样一个 弯曲被拗的时代 在以西节 后来被掳的时候 他也看到 你知道当时 神为什么刑罚 这个当地的百姓 然后让外邦的人来 掳掠 来刑罚这个人 神家里的百姓 刑罚耶路撒冷 神让以西节就看到了 那个分别为圣 归给神的圣殿 他们在这个方向 来敬拜神的时候 在制圣所 他们扭过头来 就在旁边的墙上 用他们的偶像 在那放着 扭过头来 就在圣殿里面 来拜偶像 他们已经是这样的 属灵的光景 神忍耐等候他们 到了这个时候 神要刑罚他们 即使在这样的大恶中 神告诉他的百姓 我要领你们归回 刚刚被掳走 神要告诉他们 七十年你要回来 并且告诉他们 要建立栽植 这个建立栽植 刚才我们也说了 神借着耶利弥 所写的那封信 其实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属灵的事情 就是这一批百姓 被掳到迦勒底的时候 那本来是外邦 是拜偶像 但是神却许可 在迦勒底这个国度 在这个国家 恩待神的这批百姓 让他们在那个地方 可以自由的敬拜 耶和华神 他们就在那里边 在一个外邦 来安静的敬拜神 这不算完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 神的圣殿被掳掠 在被赶逐到外邦之后 他们没有圣殿的敬拜了 那他们在哪里敬拜神 感谢神 神就让他们 兴起了一个敬拜的方式 就是会堂的敬拜的方式 因为他们是被分散 不是像在耶路撒冷一样 在那聚集着住 他们是被分散在各个地方 是小群 而不让他们再聚集成大群 这样子怎么敬拜呢 他们就十个人 可以在一起建立一个会堂 在这里敬拜 我们知道 我们读圣经 对这个敬拜的方式熟悉吗 熟悉 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我们知道 神差派他的独圣爱子 道成肉身的时候 在那个新约的 刚刚到新约的时代 在使徒的时代 耶路撒冷的百姓 还沿袭这个会堂的敬拜的方式 阿们吗 所以说神借着被掳 依然让他的百姓来敬拜 并且这样敬拜的方式呢 也让使徒在传福音的时候 也得祝福 你说我们看 福音在第二次保罗 刚刚宣教进到欧洲的时候 在菲利比的时候 建立了欧洲第一间教会 我们知道 在那个城里边 没有敬拜的会堂 然后那个谁 保罗就到哪里啊 保罗就到了那个河边 有那个吕底亚 他们在那里小群敬拜的时候 就在那里传福音就建立了教会 包括我们看保罗几次宣教 很多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 他先是到哪里传福音啊 就在犹太的那个会堂里边 感谢神的恩典 这个犹太会堂的这个敬拜的制度 很多的神学家一致认可的 就是都是从以西节先知 所以那第二次被掳 在外邦的时候 慢慢慢慢建立形成的 这都是神给他的百姓 从人的眼睛看为祸患的时候 来祝福成为神的恩典 感谢神 我们继续来看 看第七节 经文说 刚才我们说了 神要让他们在那里呢 告诉他们你去了呢 我要去的期限 我告诉你 你要安心 好好生活 我要让你在那里 安心的休养生息 然后呢 告诉这两件事情之后 又告诉他们一件事情 就是这一节告诉的 说什么呢 说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 这是耶利米 借着耶利米先知 对那些掳掠的人呢 刚才我们知道 如果那一部分 还可以看为是耶利米 对那些个已经是在神家里的百姓 所说的话 这一部分就是神的恩典 临到了被掳 但是是属神的百姓 那一刻还没有真正认识神的人的 神说什么呢 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 知道我是耶和华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 大家阿们吗 神的美意是什么呢 既让那些个属神的百姓 就像那个好无花果一样 在外邦修养生喜 安静的来敬拜 不受这些个拜偶像的影响 神也让那些个当时 在拜偶像的人当中 但是神已经预定拣选的那一批人 让他借着这个被掳 在外邦的时候呢 要加给他们一颗信心 领他们回转到神的里面 我越读这个经文 我越觉得美 美到哪里呢 好比我们这些个到了美国的人 当然处境不一样啊 从一个别的国家 到了发达的美国 我觉得好像不像被掳 到了迦勒底一样啊 不像这样的 只是在这个平面的 这样简单的比喻 但是我们看 有一个属灵的看见 好像就是什么呢 好像神领着众多的人 从那些个拜偶像的地方 不信神的国家 到了美国 到了基督信仰的国家里边 我们中间有很多人 是到了美国才信主的 大家阿们吗 感谢主 神不但领我们 让我们在这里 匈牙生息建立家屎 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的家庭 神也让我们在这里边 得神的祝福 回到神家里边 信靠主耶稣 感谢神的恩典 这是两筐无花果里 这一筐好的 我们再来看那一筐 坏的无比的无花果 我们往下看 八九十节 我再给大家 我们再读一遍 然后这个时候呢 说完那一筐好的无花果 神就让他的百姓 说这个坏的无花果 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将犹大王 西底家 和他的首领 以及盛在这地 耶路撒冷的渔民 并住在埃及的犹大人 都交出来 好像那极坏 坏得不可吃的无花果 我必使他们交出来 在天下万国中 抛来抛去 遭遇灾祸 在我感触他们到的各处 成为凌辱 笑谈 击刺咒诅 我必使刀剑 饥荒瘟疫 临到他们 直到他们 从我所赐 给他们和他们 列祖之地灭绝 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一个红色的字 就是犹大王 西底家 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的时候 说到了约亚靖 说到耶哥尼亚 就是约亚金 这两个经历被鲁时期的王 又过了 在约亚金这个孩子 十八岁的时候 他被 他出城之后投降了 连他自己在以西节 在蒙那些个蒙神祝福的那些 好无花果 都被一起掳掠到了 迦勒底 掳掠了去之后 这个时候谁做王 这个尼布贾尼萨王 就安排了一个傀儡 安排了一个看似听话的人 就是经文这里说的 这个西底家 安排这西底家是谁 就是那个十八岁的 那个孩子的亲叔叔 他是约西亚王的儿子 安排这个成年人 做王 他一开始表现的 很听这个话 很听话之后 后来 按实际上的话来说 我们不是不尊敬 好像不知道他脑子 好像哪一根筋 没有搭队 按实际上的话来说 我们主内 我们来看 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呢 不再去侍奉这个 尼布贾尼萨王了 尼布贾尼萨王就不干了 就领兵回来 就围困这个西底家 这个西底家呢 神告诉耶利米 说你一错再错 你这一次一定要听我的 耶利米这个先知 真的不容易 神让他服侍了 最后那个 那个 约西亚 约哈斯 约亚靖 约亚金 西底家 服侍了最后 整个犹大国五个王 就约西亚王是个好王 在后边这些个王 没有一个好王 并且说什么都不听 神还让他们不断的来说 就是到了最后这个王 到了西底家的时候 他一说再说都不听 这个时候 这个耶利米先知就跟西底家说 说王啊 你一定要听我的这一回 你一定要听 这一次那个 尼布贾尼萨王领军来了之后呢 他是神要差派他来责罚我们的 你呢赶紧开城投降 你和你家就没有事情 百姓也平安 如果你要 拿出你的民族气节来 你要誓死抵抗 用我们的话来说 那你的家里的灾祸 就像这样 刀荒 饥荒 刀剑 饥荒 瘟疫全部临到你家 临到你的这些个禅仆 临到城里 现在剩下的这些个 还没有被掳走 即将被掳去的第三批 这个百姓人身上 用我们白话说 就是这样子的 哎 我们来看 西里加这个王 这个时候 又表现得无比刚强 誓死抵抗 这么能打的 这个尼布甲尼萨王 围困这个耶路撒冷城 就是打不下来 围攻了好几年 到最后 城要攻破的时候 这个西里加 一看城盯不住了 城内饥荒 然后自己 就是带着陈仆 从一个门里边 偷偷的策马 而逃 这个时候 那些个军兵围困了好几年 他有多么的精灵啊 你能跑掉吗 他们就一路追赶 到了这个平原上 就把这个西里加王追回来了 追回来了之后 圣经所说的这个刀剑 饥荒 瘟疫就先临到了这个西里加 他们家 这个悖逆的王 这个 真的是这个迦勒底人呢 也非常的凶惨 他就当着这个西里加 把他捆着之后 把他家里的所有的孩子 全部拿刀砍死 杀死了他的家人之后 又把他的一批尘徒 砍死 砍死了之后 你都亲眼看见了吗 看见了 好 来人呢 把他双眼给我挖出来 就把这个王双眼给他挖出来 挖出来之后呢 救活他 还不能让他死 身心俱疲 这样呢 还不能死 拿链子锁住他 你就跟着这第三批 掳掠的百姓 这就是神 借着 刚才我们说 一厘米 对那个好无花果 说的是七十年中的事情 七十年前在说 七十年中的事情 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那是在第二批被掳的时候 刚才我们说 在这一次被掳已经十年 就十年之前 神借着耶利米先知 说的这番话 我们说的这番话是已经 这和坏无花果的意象 彰显了之后 十年之后 神所成就的 他又被挖了双眼 看见了家人都没了之后 被锁着铁链 被掳去到迦勒底 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大家有没有像 那个南宋末期的时候 然后那个辽国 然后掳掠那个 那个宋朝的时候 然后到北国的时候 也记得北宋的时候 也继续这样 我们觉得看 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 很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历史 很多的和圣经一样 如果我们没读圣经的时候 只读世界上的历史的书籍 你不会看见神的作为 但是我们在读圣经历史书的时候 你会看见神在这当中 他主恩 他主权的成就 我们来看 就是这个西底家王 看到这里的时候 后边的经文 我们都知道 他们被掳掠的这个民 在了真的是被人轻看 被杀戮 被掳掠 惨状 真的是不好拿口来描述 读到这里的经文 在预备的时候 我就想说 结合我们一开始 我们所看的 神让他的仆人 唐牧师 所宣告的 对这个世代所说的话 神我们来对比圣经 在旧约的时候 两千多年以前 神借着他的仆人们 对那个世代所说的话 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警戒 我想第一个 我们要得的警戒就是 我们真的在灵里边 要有敏锐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代 我觉得就是我们 所生活的这个年头 弟兄姐妹 也是个不寻常的年代 大家认可吗 你说认可哪一点呢 我说一点 大家我想如果 大家看到的话 如果我们在主里面 再重新审看的话 这真的是个不得了的年代 这个世代 我们知道 即使在旧约的时候 发生的饥荒 好像也没有现在 我们刚刚经历的 这几年 这个全球性的 这个饥荒和瘟疫 饥荒还放在后边 就之前所经历的 那些个瘟疫 我们现在经历的 这个瘟疫 好像即使圣经的记载 好像我们还没有看到 这种全球性的 普遍人类的瘟疫 大家阿门吗 这是个不得了的疫情 这么长的世代 全球可统计的数字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 会不会成为过去史 500万到600万人 因为这一次疫情 逝去了生命 这是有三年的时间 到现在还在 尾巴还在拖着 这是全球性的 连南美 连非洲那样 没有那么多的社交 没有那么多的贸易的地方 都经历着这场瘟疫 这是不得了的疫情 感谢神 我们越是在这个时候 求神也借着这个信息 我们得神的光照 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就是神借着他的百姓 来警戒那个西底家王的时候 包括警戒那个约亚敬王的时候 写了两封信 他多么的云青风淡 神借着他仆人 在那个年代 抄露一本警戒的书 有多么的不容易 不像我们现在打打字 或者拿起来圆珠笔 或拿着钢笔 在纸上就写下来 在那个年代不容易的 就那样写了一封信 告诉他全是为他好的 他扔在那个火炉里就烧了 包括那些个王公大臣 你读圣经你来看 没有一个在乎 好像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就从那个时候 从2000年以后 我们现在不用穿越 我们就看现在这个世代的王 我们看现在这个世界上 抵挡神的这些个众王 看看现在这个世界 抵挡神的这些个众百姓 他们现在坐着高官 在高官上 他们有钱有名望 我们看看这些个所谓的贵胄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贵胄啊 他们虽然不是高官 但是他们却是达贵 坐着四人飞机 坐着怎么怎么样 他们指点江山 他们那么多抵挡神的政策 他们公然就说抵挡神的话语 他们以为美 有点大家看 有没有像这个西底嘉 和这些个人 在那些贵胄 所要经历的场景 就在这个异象之后十年 就现在这个异象十年 这些个贵胄 和这个王公大臣 当着呢 他一起 那些个当着这个西底嘉王 就被砍了头 而这个抵挡神的王 他经历的处境 刚才我们讲的 讲到这里 我想打 我想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很熟悉的 应该大家也知道 最近刚刚发生不久的一个事情 我们知道德州是个红州 啊 在举这个例子的时候呢 我要先说 我也不是共和党人 我也不是民主党人 因为我还不是美国公民 我也不是绿卡 并且我举的这个例子呢 大家都知道 有共和党人在里边 掺和 有民主党人在里边掺和 这并不是从某个政党来看 我们是从神的国度来看 就像看西底嘉 和那些个贵胄 和那些个大臣一样的 我们来看这个势力 在德州 我们传统来说 这是一个红州 是所谓的共和党执政的州 在德州之后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的总检察长 被起诉了 大家都知道是吧 名字我也不用说他了 他被起诉了之后 四个月 停了他的薪水 其实按照规定 不能停薪水的 来停他薪水的人就说 我就停你的薪水 弟兄姐妹 我就停你的薪水 然后呢 你想告我去告 我怎么听到这个语气 特别的熟悉呢 好像不是发生在美国 对不对 好像我们都很熟悉啊 然后 他被检控了之后呢 被检控的人呢 有从联邦派去的 指控他的人是什么呢 同样是共和党的 德州的众议院的议长 然后呢 他被平反了之后 然后他说了一个事实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我今天就可以说 说一个什么情况呢 这些大家不要说 在不是共和党执政的州 是个情况是什么样 就是在德州这样一个认为 已经红的不能再红的州 然后这个众议院 是个怎么样的情形呢 众议院这个议长 他来指证我 要弹劾我的 然后弹劾我呢 他问是怎么了 你是共和党来弹劾共和党 从人来说看着不合适啊 他说合适 很合适 他怎么就做了这个 共和党的议长呢 他说我有很多年时间 我就在德州的这个众议院里边 我晓得他们运作的这些个秘密 他怎么运作呢 多数席是 共和党 民主党如果想操控这个众议院 从人眼见你们是少数 你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人 有人的聪明 这不是从神来的 什么聪明呢 他说有60个席 是民主党的席 要当选这个过了半数呢 当选议长呢 需要再十多个人 所以呢 这60个人每次投票都是投一个人 他们就提前选一个跟他们在一起的人 还是共产党 不是共产党 是共和党的议员 选一个共和党的议员 然后呢 他们60个投他还差多少个票呢 加上他自己还差十票 他说呢 他们在找十个共和党的人 许以他们有非常好的那个职份 给他们一些个按世人的话说叫肥差 然后呢 让他们这十个人就便捷 进到这里边一起投票 就过了半数 这一个民主党就理所当然的操控了一个共和党的州的众议院 弟兄姐妹 在一个民主的国家 这个事情就成了 然后就这样一个事情呢 就由民主的名义就发生在一个 一个总假察长的身上 这个总假察长 他说你为什么被弹劾呢 他说我自己认为 当然都是他自己的话啊 当然我们也在圣台上 我们也说 这个只是这我听了这个人的一面之词 我没有去德州落实这个事情 好的 就是这个人继续他说 他说 他为什么弹劾我呢 我在做总检察长的时候呢 我觉得联邦所颁布的法令 不符合宪法的 对百姓不好的 我就我就抗诉他 75%的我都抗诉了 后来联邦就派了人来专门来 他说来整我 他自己说这是明确的就是整我 要弹劾我 四个月的时间就把他停了 把他手下的人都换掉 然后停了他的薪水 然后他说停我这个职份呢 这个是法律 我说这真的是很诚实的一个人 他一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先做见证就是说 神恩待我 给我平反 他做完见证就说的这番话 他说把我停掉我的工作呢 按照法律这是许可的 因为什么呢 如果我有被弹劾的地方呢 我可以被停职 但是呢 按照法律你得让我事先知道 等我知道的时候 我已经被弹劾了 他们已经运作了好几个月了 然后呢 我就被直接通知你可以走了 并且如果你被弹劾 被调查的时候呢 薪水是要按照法律是要照发的 因为你还没有定罪 在你调查的过程中 法律是一定要给继续给他支付薪水的 因为就像四个月之后 他又可以恢复原职了 因为他没有犯罪 所以呢 但是刚才我们回到刚才说的 来弹劾他的人告诉他 我不但要弹劾你 我要挺你的薪水 他说你是违法的呀 他说我违法了又咋的 你告我去就这样 这个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感谢神 我们来看这只是一个例子 我想 我们看西底嘉和那个当时那些贵胄 或许他们也经历过一手遮天的时候 但是我们知道 神说身冤在我 我必报应 阿们吗 当我听到这个唐牧师 在二零一几年的时候 我听到唐牧师所说的那番话的时候呢 有好几年的时间呢 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呢 会不会也思考一个问题 说哎呀 如果这真的是圣灵感动 圣灵充满仆人来说的这个话的话 即使是假如说 那个婚姻的观念破产 我们知道到二零三零年的时候 这个世代呢 已经很败坏了 但是我们知道 在三零年到五零年这个过程中 有二十年的时间 这个世界会快速的堕落 这个是当一个世界上的人 就像野兽一样野蛮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样的光景 真的是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来这边之前 在加州的时候 我来到这边 我感觉我很喜乐 我喜乐 我看见大家 如果我要去弟兄姐妹家探访的时候 我发现弟兄姐妹家的那个油箱 是好好的完好不损的 并且还在马路边 就能好好的在那竖着 你知道在加州的时候 在加州这样的情况 已经越来越少了 然后我住神学院的宿舍的时候 隔着一个铁栅栏 然后有人 你知道那个作案的手法 就是把神学院的那个油箱 隔着 因为有监控 我们都看到那个监控 隔着那个铁栅栏 拿那个撬棍 就把油箱给你撬 撬坏 把里边都给你拿走 后来听的人了解 才知道他们做什么案呢 就是里头有寄来的支票啊 有什么的 他们会篡改支票 让人承受更多的损失 当然这只是我们知道的一点点 或许他们还有其他的方面的事情啊 然后 连分堂那个 Ontario那个教会 那个光 我在那 服侍了九个月 我九个月听到了两次 被撬教会的油箱 被撬了两次 后来我听张牧师说 他们所在的那个社区里边 油箱老被撬老被撬 后来人们可能是觉得撬油箱 都复杂了 干什么呢 直接后来把油箱 踢着地给锯断 直接扛走了 连翘都不做这样的手脚了 再后来我在加州 还听说什么呢 不但做这个事情 我们开的那个汽车 我们都不知道的 我们这个尾气更洁净的话 会有一个按中文说 英文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词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过滤的地方 叫三元催化 这个是由稀有金属 和贵重金属 弄的一个装置 一般的车呢 有一个好点的车 有两个的 有三个的 这一个三元催化呢 大概要值 贵的话一千美元 便宜的话 也得六七百七八百美元 是一个很贵的零件 有人呢 就团伙作案 就钻到你车底下 然后仰脸 把你的三元催化 在那排气管给割掉 因为排气管 我们知道只是一个铁管嘛 很容易就那个锯断了 扛着这个就走了 这个锯断这个 我估计也就花几分钟的时间 几百美元 它卖一半的 卖三分之一 也值一些钱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跟有的弟兄姐妹也说过 就是有一个女士 在车里坐着的时候 我知道 我们知道锯那个管子 它有声音呢 在车里会传导会很响 它听着车底下 不知道什么声音这么大 吓坏了 他赶紧就启动车 就往倒车要走的话 就把底下那个人 给压死了一个 正作案的人给压死了 然后其他的人 就赶紧就跑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女的在加州 好像还被起诉了 结果是怎样 还不知道 然后呢 我们就看这些个 不法的事情 感谢主 神让我们东部 我也在对比 因为我听人说过 上周我们也说过 唐牧师在西部 来责备西部教会 我觉得唐牧师在东部 虽然也责备了东部的教会 我觉得责备的口吻 要远小于 那语气也远轻于 责备西部的教会 责备西部的教会 责备的特别的重 感谢神的恩典 求神怜悯 我们来看 我们分享了 神的仆人 所说的两框无花果的意象 我们也看了 唐牧师对这个新的时代 神感动他所说的话 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信息 我们在结尾的时候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下边 我们来看 其实呢 从某个角度来说 我们也是正逢 或者恰逢一个乱世 因为在我们以前 我们这个乱 好像还没有说 两框无花果树的那个时代 这个国家被掳的时候 那种乱 但是我们却经历了 那会儿的百姓 没有经过的全球这样的疫情 我们有经历过 现在这种快速堕落的时候 如果从主内来说 我们真的正处在一个乱世当中 这个国的这些个王啊 这么多的百姓 就像约亚经 西里加一样的 他们根本就不是服侍神的 他们是完全是抵挡神的 我们正好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神的恩保守我们 神在那个动乱的年代 百姓刚刚被掳的时候 神就让他的百姓告诉他们 你要告诉他们 他们去是有年限的 七十年我就领他们回来 他们在那儿呢 要盖房搭屋 该娶的娶 该嫁的嫁 并且还能好好的敬拜我 不认识我的人呢 我要让他们给他们心 让他们信靠我 这就是我要领他们去享受的恩典 弟兄姐妹 在这个世代 我们也要经历 或许如果真的弟兄姐妹 照着神的仆人所说的 到2050年要成就的时候 我想了想 到那个时候 我大概七十出头 我们中间的孩子们 到那个时候 如果神许可 他们身体都是健健康康的 蹦蹦跳跳的 我们知道 那个年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 刚才说了 恰逢乱世的时候 我一开始听到 那个唐牧师所说的那个呢 我的心思里面 有一点点的担忧 有一点点的惧怕 我说到那个时代 我老盘算呢 我曾经盘算过 我说 我怎么活呀 在那会儿 我都七十多了 有什么事 我跑也跑不快了呀 对啊 我就真的这么想过 我说 我又担心孩子们 我说 你说孩子们 我虽然 那个就一个孩子 但是 有一个孩子也是孩子呀 然后他的后代 假如说神赐给他们 有后裔多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在那个时候 后来我心里面就挂虑 再后来 我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真的是 我经历了一两年的时间 我灵里面特别的软弱 我软弱到什么程度呢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大选呢 我觉得太不寻常了 我觉得没有一个世界上的这个 这个大选的时候 好几个州同时就停止了检票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寻常 当然我 我没有在现场看那些个证据啊 我只是从我自己来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太不寻常了 因为我在台湾 我看见过台湾的大选 台湾的大选就是投票完了之后 在中午我去那个投票站看的时候 投票站几乎就没什么人了 人们唱票已经结束了 都是现场投票 现场唱票 就结束了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就开始统计结果 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一天晚上我吃的 台湾的一个吃的叫扁食 我说的扁食是什么呢 我说我进去尝一尝 后来扁食就是馄饨 啊对 我吃的馄饨 我吃的那个肉早饭 我忘记了还吃的点什么 我那天呢 我就我说我慢慢吃 我就打开 我也不是台湾人 我也不是美国人 然后呢 我就打开那个手机 我就看着台湾那个选举 就是谁多少票 就是在那增加 谁增加多少 就时时的在那增加 等我饭慢慢慢慢吃完的时候 等我再回到家 结果就出来了 一天就结束了呀 我记得美国投票 原来也是这样子的呀 后来慢慢怎么成了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啊 我也不是美国人 我只是从我个人的角度 来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不寻常 我当时我不寻常 我就软弱 不软弱呢 那我就软弱呢 我就觉得我说神啊 求你就兴起 属你的百姓 让他知道 这个执政掌权的这个权柄 是从神来的 不要让他公布的政策 都是抵挡你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就越来越失望 我们说了 我们倒不是针对某一个党 我们知道 弟兄姐妹们中间 如果我说我喜欢这个党 那个党的可能就反对我 我倒不是为了中间要讨好大家 我是觉得我们应该神的百姓 我们看了神所赐给的意向 我们超脱人的这些个政党 我们知道即使在红州 两党在一起沆瀣一气的 大家看到了吗 人又人的聪明 能利用这个政策的漏洞 如果我们从政党的角度 或许我们就陷到了这个人的这个人本的角度 来看神 我们应当从神的角度 从神国度的角度 来看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乱世也好 或者在引号的乱世也好 我们来看这个世代 我们并不是从政党从某个角度来说 并不是有人说你说 有人就说你看选举有问题 你就是阴谋论 我觉得我不是阴谋论 我只是来凭着神给我的信实 给我的诚实 我把我心里想的说出来 我也并不想散布什么阴谋论 我只是来对比一些个其他国家的投票 来看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回到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 我也看 弟兄姐妹我也说了我的软弱 我说 后来神慢慢的就安慰我 我把我得的安慰呢 最后也跟大家来分享 哎呀 我觉得后来好多的政策呢 包括加州的法律 大家也定的也看到了 自己的孩子弟兄姐妹 我们有孩子 我们有孩子的就会知道 我们有多爱自己的孩子 但是定的一个法律说什么呢 说孩子从小的时候做同性 做同性恋或者变性的手术 他要走同性恋的道路或怎样 家长也不能干涉的 你干涉了之后 你的监护权就没了 你影响他做变性的手术 弟兄姐妹 我听一个人说什么呢 说在美国 你想要想喝酒的话 你得等到21岁之后 但是喝酒这个事情 对身体不好 但是做同性做变性手术 这么对一个人这么大的事情 上小学就可以 上中学也可以 并且家长不能插手 加州已经公布了这个法律了 弟兄姐妹 这个圣经说 神造男造女配合婚姻 一男一女 并不是说你想男想女 并不是这样子的 并不是在神的心意中 我们并不是要说什么政策 我们只是要在神的 国度当中 用神的眼光来看 现在的这个 执政掌权的公布的政策 弟兄姐妹我们来 然后我转弱到不得了 后来神就是借着这篇信息 借着耶利米书的这个 两筐无花果的意向 神大大的安慰我 神说 即使在那个被亡国的时代 神爱他的百姓 已经爱到了那么有细节 爱到了有细节 都告诉你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回 你盖房 搭屋 娶媳妇 生孩子都告诉你 你安然的生活 怎么敬拜都告诉你 弟兄姐妹 神难道只爱那个时代 属他的百姓吗 不是的 神爱我们吗 纵使我们经历这个乱世 越来越乱 我们乱世也 我们不知道有多乱 纵使那个没受过教育的人 就像野兽一样野蛮 兵荒马乱 像整个二战 甚至二战比二战时候 更乱的时候 满地都是战场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当时我是想的什么呢 我的软弱中是想 我没有想神要让我们 在这个乱的世代 我们要怎么来行在神的心意中 神要让我来做什么 我想的是我那会儿70多了 我腿脚不太好 好像我跑不太动了 我想的是这个 但是后来神光照我的时候 我知道 我慢慢的神让我刚想起来 我就不怕了 不怕是什么呢 我知道神爱两千年前的百姓 神爱创世那个时候 的百姓 神爱使徒时代的百姓 神爱我们现在恩典时代的百姓吗 感谢神 我们要从神 从神的话语中有信心 神当然爱我们 并且神爱我们 爱到一个具体的地步 超过我们所想的 如果神的圣灵充满堂牧师 在那个跨世纪的时候 所说的话 必要应验的话 那就是神爱我们的一个名证之一 阿门吗 感谢神让我们早早的有预备 让我们早早的有预备 不是说让我们七十岁了 还能跑步 剑步如飞 当然那会儿身体好 当然是好的 但是让我们知道 那一刻神用大光光照我 我们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神告诉我们 我们要在神的心意中 要行在神的心意中 越是乱世的时候 我们的河场越大 阿门吗 因为那些个在外邦的时候 神说 那些个被掳掠的人 有神家的百姓要信仰神 那些个还有很多没有信仰的神 他们要听闻福音的 阿门吗 我们无论到了哪里 我们要传扬福音 我们要行出荣美的见证来 我们不要胆怯 我们不要往后退步 不要光想着自己锻炼身体 脚步到时候我70了 还像30的小伙子跑得一样快 我们要快跑奔跑传扬福音 我们生命中有神的托付是什么 我们就在神的心意中壮胆来行 阿门吗 我们的教会也是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今天时间关系讲到这里 求神带领我们 让我们在恰逢乱世的时候 明白神恩 一定保守我们 就像主耶稣所说的 趁着白日 我们多做职工 哈利路亚 感谢神 贵荣耀给神 阿门